另外的话就是说你们做完这个啦 第一段 也许你可以复制贴过去试试看 然后再自己再做一次 然后另外就是防止按钮因为筛选而变形 我刚刚讲的 这边有按右键 那个控制项 你这边可以赞要资讯的地方 大小位置 不随处存和改变 因为你随它改变的话 它就会变形 所以改一下就OK了 这个蛮常遇到 再来就是防呆 这个我自己给一个名称 因为我不知道给什么名称比较好 就叫防呆可能大家比较可以理解 那所谓的防呆 意思就是说 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 但是如果你没有去避免的话 它就会出错了 第一个可能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今天 类似像这样 就是老王已经有了 结果你又再查一次老王 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会发现筛选 假如你又再查一次老王 老王已经有了 你又按一下确定的话 那一定挂掉 为什么 因为会挂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确定 会挂在这里 增错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增错一下 按一下增错它会告诉你说 你这一行不OK 我没有办法帮你执行 就这一行 这一行是什么呢 输入老王 X 所以这个X是老王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老王这个地方 要把它重新命名不行 你不能再叫老王了 那怎么办呢 如果说你今天 发生这个状况 你要先 那怎么避免 很简单 你可能要先在什么 当他输入一个老王的名称的时候 做一点防呆的动作吧 什么动作 理论上你要去想说 使用者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的动机 其实他应该也知道老王存在 可是呢 他一般是什么 就是可能 要先 先把它砍掉嘛 所以他update新的资料才对 那如果update新的资料 大概就是 就是先把你 旧的那个老王先删除 再产生一个新的 才有办法 不能重复 不能重复出现 所以呢 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办 防呆 那这个防呆 我这边有写好防呆一 防呆一是 如何防止 查询已存在的名称 而产生错误 所以 这个段落 这个段落里面 就是在做这件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那你可以贴在哪里 当他输入的时候 贴到他的下面 如果说你怕说这一段 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话 也许你上面再加个注解吧 注解这个加一下 那把它放在上面 也就是这一行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是 就是防止 那个已经 这个名称已经存在 而产生错 那基本上我里面做什么呢 一个是 去比对一下 for I 等于第二个工作表 到最后一个工作表 那这个是一个工作表的索引 第二个 那你想说第一个为什么不用 因为第一个一定不会重复 因为第一个是总表 后面的话呢 才有可能是重复的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第二个 到最后一个 去这点看 那做什么呢 如果这个X的名称 假如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名称 那个名称是第几个 第二个先拿出来比一下 是不是一样 是一样的话呢 他就帮我删掉 删的话特别注意就是 只要一个指令 叫做 点Delete 那你想说 老师那你上下 为什么多了这两行呢 这两行主要的目的 就是因为呢 我们将来删除的时候 他会跳出 请问是否删除 请问是否删除 那如果说你不想要让他跳出 请问是否删除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加上去 Application.disprecerland 等于false 他就不会跳 把这一行再倒车回去好了 好 因为刚刚有出错 那我把那个 他的筛选 这边 这个再把它删除好了 删掉 回到这边一下 筛选状态取消回来 让他重新再跑一次 那我讲过啦 因为VBA他可以倒车 那你记得 把筛选 因为刚刚有按压筛 把筛选取消回来 再一次 他这个时候还是老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让他跑一下 他会先从第二个圈去比对 然后他把筛选取消回来